大家好,今天是每期时间12月1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短讯,我是Cherry 自日前19周的检察长发出支持德州状告 四周大选违宪案的非当事人意见书后 106名共和党众议员周四又新出台一份 非当事人意见书,支持德州诉讼 一件书写道,本意见书提出了我们作为国会议员的关切 他们所代表的数不清的数百万选民也有同样的关切 即2020年总统选举中涉及的违宪违规行为 使其结果和美国选举制度的完整性受到怀疑 作为联邦立法机构的成员 非当事人们寻求保护各州立法机构 在确定总统选举人的任命方式方面的宪法作用 以确保选举团选出仅通过计算合法选票选出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截至周四下午4点 被告四周已在规定时间内已提交当事人意见陈述 支持原告德州的19个共和党州中 已有6个州在周四也正式向最高法院提交动议 要求加入本周稍早德州提起的选举诉讼案成为原告 这6个州分别是密苏里州、阿肯色州、路易斯安那州、密西西比州、南卡罗莱纳州和犹他州 在周四提交的介入动议中 这6个州表示他们跟本爱存在相关利益 亦可能因诉讼处置受到损害 所以他们要求加入诉讼获得充分的代表 东毅说每个州的总检察长最适合代表该州及其人民的利益 此外周四下午另以民主党州为主的22个州 向最高院提交非当事人意见陈述 表态支持4个摇摆州 这22个州及特区分别是 加利福尼亚州、科罗拉多州、康捏迪格州、特拉华州、关岛、夏威夷州、伊利诺伊州、缅因州、马赛诸塞州、米尼苏达州、内华达州、 新泽西州、新墨西哥州、纽约州、北卡罗莱纳州、俄勒冈州、罗德岛州、佛蒙特州、佛基尼亚州、美国维尔金群岛、华盛顿州和华盛顿DC 目前还剩下6个州 阿拉斯加州、爱达河州、肯塔基州、新汉布什尔州、俄亥俄州和怀俄明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 还没有提交支持德州的意见陈述或加入此案的动议 周四已形成了明确的党派分界线 表态支持德州的都是共和党州 而支持四个摇摆州的大体上都是民主党州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短讯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